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如何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李江 李江請說 大家晚安 我是李江 又到了禮拜三小週末 大家有沒有覺得 今天好像沒有前幾天來得這麼熱了呢 特別在北台灣 因為雲釀偏多的關係 今天中午的高溫相比昨天是有稍微下降一些 但是在花蓮受風地區 還是有飆到36度的高溫 而不過好消息是 今天迎來了24節氣中的立秋 也代表後續將慢慢的進入到這個秋天的季節了 但是對於台灣來說 這個剩下的余熱還沒有完全的消除 可能要等到9月或是10月 才會有明顯的涼疫 而對於現在來說 唯一能夠降溫的時間點 還是在下午午後雷震雨的時候 首先透過雨量累積圖 來看看今天各地的降雨狀況 那麼以時間點來講 昨天的降雨熱區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區 跟昨天相比 今天的降雨範圍 是有擴大到整個北部 還有這個台東一帶 而今天累積到下午5點之前 的累積雨量最多的地方 是在南投的民間一帶 達到了77毫米左右 而至於在苗栗 新竹跟這個桃園一帶 也都有達到超過50毫米的性障 提醒朋友們 這樣強強雨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那麼另外 明天是這個父親節了 出門會不會碰上雨神來攪局呢 接著再從衛星雲圖一塊了解 那麼從雲圖上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在台灣以東 還有日本以南 都是屬於大範圍的低壓帶環境 目前有兩個熱帶擾洞在這裡頭發展 現在看到在日本東南方海面的 這一團雲氣 在昨天晚上已經發展成為了熱帶型低氣壓 那麼今年是 那麼之後還是有機會 會增強為今年的第五號颱風馬利亞 但是未來它會逐漸的往日本的東北方走 對我們沒有任何的影響 大家可以稍微放盆心 而回到台灣附近 在我們這個東部外海的這個低壓雲系 明天就會開始逐漸的減弱遠離 因此台灣上空水氣一減少 午後降雨的範圍也會跟著縮減 只有在這個山區還有靠近山區的地方 要留意一下局部的大雷雨突襲 所以在溫度方面 有下雨的時候可以稍微降降溫 但是剛剛有說到 明天降雨的範圍會縮減 因此其他地方沒有下雨的時候 陽光露臉的時間會一拉長 在溫度部分 北台灣的這個高溫 可以回升到36度以上 而在華東地區 甚至是有機會會挑戰36度以上的高溫 而至於在南台灣 因為是受到這個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在南高坪地區一整天不定時 會有短暫震雨出現 因此高溫大概是落在32度左右 提醒您還是很熱啊 提醒這個長時間待在戶外活動的話 還是要適時的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囉 而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我們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首先看到屏東獅子母南滿洲 留意午後正於23度到32度 泰武來義春日22度到33度 有六成以上降雨機會 三地門五台馬加19度到33度 有七成以上降雨機會 高雄桃園納馬俠茂陵 午後要留意變天的節奏 15度到32度 加以阿里山地區 14度到31度 九成的午後降雨機會 南投仁愛與池水裡 信義12度到30度 台中和平地區是6度到30度 有七成降雨機會 苗里的圓鄉地區 20度到31度 新竹關西間15峰 也是要留意午後正雨 16度到32度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20度到31度 宜蘭大同南澳地區 20度到33度 華林青城華林市集安要留意 短暫正雨 26度到33度 秀林及萬榮地區 19度到34度 授峰封兵 24度到33度 授峰有66成的降雨機會 鳳林光不及瑞 水多雲的天氣 25度到34度 桌西玉里 副里市 2度到34度 要留意午後正雨 台東海恩縣地區 26度到35度 池上觀山海端岩坪 海端跟岩坪要留意午後正雨 高溫有來到33度 陸野台東市北南 留意短暫正雨 24度到34度 泰瑪里大午金峰達人 20度到34度之間 南雨地區27度到32度 最後外到連江金門澎湖 27度到33度 明天天氣狀況為大家做個統整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這幾天還是要留意高溫跟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那麼另外在南台灣一帶 一整天都有機會會下起這個陣雨或是雷雨 如果明天想帶爸爸出門過這個父親節的話 白天出門要記得要有雨天的備案 或是儘量選在晚上去餐廳 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慶祝選擇喔 那麼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分析 再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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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